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看见这长安的使者进去 十四郎竟未被抓捕 这伤 他得好祈求 那边 兔兔府的人为何会跟踪十四郎 越来越有意思了 兔兵 统兵 统兵 这些名字我也不出现 这又如何 伤对的车队祸多 他们不会喜茶 只要你给我一个 藏身之处便可 不惧死 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 竟是 WHY 魏书菊 你果然是莖主的好朋友 一下就猜到他会经过死的境 是谁 有事吗 你哭了 没有 男人也是可以哭的 不用难为情 我从小就不爱哭 流血不流泪 别逞强了 世人都会难过的 你们没事 我就先回去睡 我心情不好 不知是四郎可否 陪我出去走一走 现在 外面早就已经宵禁了 真是齐了 原来十四郎 是会怕宵禁的人 去哪儿 怎么 怕我把你卖了 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这儿 这里离凡心事远 离月亮更近 比起离月亮近 我好像是离你这个烦人的家伙更近了 不好吗 这天气是月发的冷了 嗯 怎么 还只让我把外袍托给你啊 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 所以 究竟出了什么事 让我想想 能让你这般男子那样伤心 想必是 今日求亲不成 心爱的娘子与人跑了才是 满嘴唬起 我不过是遇到了一位我的老朋友 不对 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又为何 不再是朋友 我们自幼一起长大 习闻恋悟 我以为这辈子都会这么下去 那后来 后来你们也许 还会冰湿前线 不可能了 大概以后 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了 那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自然而然 曾有人和我说过 有些人像水一样柔和 包容万物 而有些人 则似乎一般 只会愈发地熊熊人手 靠近的人 都会被灼伤 若是强行待在一起 只会化为灰烬 这是谁告诉你的 你的朋友 是我 是我养父 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了 成为永远的敌人 想必我也是熟火之人吧 你说 我们会成为朋友吗 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 阿准 谢谢你 没什么好险的 你这大半夜的把我带到这儿来 还拐弯抹角地开导我 我确实应该谢谢你 十四郎 幼州不可久留 尽早离开吧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你听闻什么风声了 幼州军中有些动静 加上长安之前也不太平 此处难关爱重镇 恐怕迟早将极迟远 阿准 你不信 我是能自保之恩 我 倒是你多管闲事 既然你知道现在幽州 岌岌可危 等你做好自己生意 就早些离开吧 好 快回去吧 天都要亮了 我 有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